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会得到真心 却也可能伤得彻底 正因为五年前他伤得太彻底 所以现在他才会保持距离 这样就能保护自己 可却也注定要能永远地承受住寂寞 他究竟还想要怎么折磨它 啪了一口气 他丢下手中的仙人掌 看了看墙角的落地中 差不多到了开会的时间 收拾了文件 起身准备去会议室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桑总 市场总监杨正坤急叫着 袁润之和物流部的张经理紧跟其后 进来 桑鱼皱着眉 看着神色慌张的三人 什么事 杨正坤看了袁润之一眼 说 桑总 还是让小袁和张经理向你解释吧 桑鱼狐疑地看向袁润之和张经理 到底什么事啊 物流部的张经理急到 桑总 仓库总部被水淹了 你说什么 桑鱼骤然从椅子上站起 说话声音也变了调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夜里 现在是梅雨季节 这都连着下了十多天的雨 从大前天开始 这天就像漏了似的 人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 直到今天早上才停的 偏偏仓库前 那段公路 从六月初就开始修路 下水路口全部不同 加上雨势太大 雨水全部回流到我们仓库 从昨夜到现在 我们物流部所有人 一直都在搬移货物 但是雨势太大 水回流速度太快 我们根本来不及搬移 现在 水已经没过膝盖 放在最下面的货物 全部泡在水里 吊顶隔墙的板材 全部受潮 结局和陶瓷 大部分都泡在水里 外包庄有很多受损 杨正坤补充说 这其中还包括 黄亭第一阶段 用的特殊板材 听到这个消息 桑鱼爹坐回椅子上 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圆润芝不知该不该讲 另一批货也出事的问题 他很艰难地开口说 桑总 还有 黄亭第二阶段 吊顶用的那批龙蛊 也出事了 圆润芝颤着声 这几天师姐的心情 阴晴不定 她都不太敢进 她的办公室 有事都是用内线 猛然抬起头 桑鱼立声道 你把话说清楚 就是 龙蛊在装火车皮的时候 对方站台那边 没有注意到 之前装车皮的 可能是腐蚀性的东西 所以 龙蛊 圆润芝 捡不下去了 因为师姐又从座椅上 站了起来 猛地拍起桌子 桌上的文件夹 哗啦地全部滑落在地 圆润芝连忙蹲下收拾 收拾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吗 去把采购部经理叫过来 桑鱼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这结果眼上 怎么会出这种事 她 她在外面 圆润芝指了指门外 立折的夏经理 夏经理战战兢兢地敲了门 低声叫了一声 桑总 桑鱼怒道 龙蛊受腐蚀 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昨天的事 昨天下午 卸货的时候 才发现的 捏了捏太阳穴 桑鱼问杨正坤 第二阶段调顶用的龙骨 是有多少是受腐蚀的 黄庭那边 龙骨什么时候交货 合约规定是昨天 昨天情况特殊 和黄庭那边勾搭好 延迟到今天送货 昨天下午仓库紧急整理了 三百平方米的龙骨出来 剩下的还在清点 今天上午 给黄庭送过去 因为其中一个规格的外包装 看上去很糟 实际上 龙骨是完好的 但黄庭那边 据收所有货物 杨正坤想了想 又补充说 现在是装修旺季 黄庭板材和龙骨 无法进场 其他扣户需求也很多 仓库出了这么大个事 黄庭很快就会知道 我们的情况了 桑鱼问夏经理 板材和龙骨 受损的数量 有没有统计好 今天上午 刚刚统计好 刚和工厂联系过 工厂那边怎么说 黄庭那边 时间当时卡得刚刚好 我们上午一上班 就和工厂联系 这次板材是特殊规格 最快也要一周 才能生产出来 如果走火车皮 要十天到半个月 如果是气运 则三天 但是成本会比原来 至少多两块钱 一个平方 龙骨也要订货 生产要三到四天 运输时间和板材差不多 成本也会增加 所以 所以 你要告诉我的是 我们没办法按合约 规定的时间交货 所以黄庭追究起来 丧事等待的 将是一笔巨额的赔偿 积居了已久的怒气 终于爆发出来 丧鱼狠瞪了一眼 圆润之和夏经理 高八度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办公室 我现在不是要你 告诉我付多少成本 而是我仓库里 有多少钱的货 受了损失 如果我供不了货 我要赔给黄庭多少钱 你们有没有算过 耽误一天 光是那边工人的工资 是多少钱吗 加上且次楼层部分的商户入住 还有酒店开业 延期半个月 我要赔多少 你们算过没有 按照合约的条款 我现在要赔的量 最少也是几千万啊 几千万啊 别和我说 你们没有想到找工厂 获得其他代理商 存货的信息 袁润之和夏经理 大气不敢出一个 因为他们的确没有想到 这一时杨正坤打圆场 所以我们才来找桑总 目的就是想从本市 其他的代理商那里调活 走离座位 桑鱼在办公室 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坐立不安 老杨 让你手下所有人 给我去市场去找 那批调顶板材 在本市有没有货 待会儿 你不用开会了 直接去黄庭 看看能不能拖延 一两天交货期 然后再找他们经理商量一下 那三万平方的包装 有问题的龙骨 能不能验收 一有情况 及时和我联系 我马上去 杨正坤点了点头 就离开了 老张 辛苦你们了 让仓库那边 尽快把受损货物清单列出来 老张点了点头 好的 没什么事 我先下去办事 挥了挥手 从办公桌上 拿起方才看的财务报表 桑鱼走到原润之 和夏经理的面前 力声道 待会儿你们两个 不用去开会 给我去找货用公司 找工厂 找陆正 总之该找谁的 都给我去找 去要索赔 我不管他火车开多久 气运成本是多少 总之 造成这次损失 该由谁承担 你们都给我去找 OK 都出去吧 桑鱼拿起桌上的文件 带着怒气 快步走出办公室 看到三个埋着头 大气不敢出的小蜜 扫了一眼他们桌上的东西 有时尚杂质 有零食 甚至还有兰扣指甲油 回头便对原润之怒道 原润之小姐 希望我开完会回来 一些不该出现在总经办的东西 通通消失 否则就整个总经办消失 三个秘书一听这话全傻了眼 半个身体全都扑在了办公桌上 希望能盖住 一些不该出现在总经办的东西 原润之的头 似乎要点到了地上 两只耳朵似乎已经烧了起来 他早就让这三个妖精低调点了 结果还是给他捅了娄子 会议室里 一群人等了近半个小时 都没有等到桑鱼 又不敢擅自离开 派人去打听 听说桑总在办公室里发火 一个个都闷不吭声 大眼瞪小眼的 等着老总的到来 一进会议室 桑鱼就将文件 往会议桌上猛的一丢 啪的一声 惊醒了在座所有神游的人 他没坐下 双手撑着桌子 怒视着各部门的经理 然后从文件夹里 抽出一叠报表 砸在会议桌上 看着招商部经理怒道 这是上半年所有租金的报表 年初的时候 你拍着胸脯说 保证家居总店的租金收入 不低于五千万 但是结果 是分店的租金 反而已经超过总店 为什么总店 最近有那么多商户要求退租 还有广告位 你们部门都是以什么价格租出去的 招商部那几个人都是瑜伽的人 瑜伽一被调走 他们几个就跟着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玩 招商部经理说 广告位是赵经理负责的 这位赵经理正是桑鱼的小舅舅赵卓 小舅舅经理责着皇亲国戚的身份 喜欢占点小便宜 甚至会受贿 贪污公司的材料 因为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他才会对他忍了很久 这些他都知道 但是对于招商经理这种 擅作主张的做法 他无法忍 坐在正对面的瑜伽 对他冷笑着 咬着牙 他怒道 赵经理把广告位免费送给别人 是不是你也不用向我汇报 招商部经理顿时不吭气 桑鱼瞪了一眼 便对人事部经理说 给赵卓群一份处罚通知 广告位的差价 每月从他的工资里扣50% 直到补期为止 如果他不服 那就再给他一份离之信 在座的所有人 难以置信地望着桑鱼 就连一直嘲讽他的瑜伽 也不相信 他竟然拿自己的亲舅去开刀 冷眼扫了所有人 桑鱼的话又指向了财务 财务部作为监督部门 监督作用都起到哪去了 看看你们交上来的报表 有多少应收账款在外 催款的事 难道还要我亲自去通知 接着又指着企划部 桑市集团大楼外那个最佳的广告位置 让你们拿方案 你们都在干什么 MK的曾总今天又给我打电话 你们打算拖多久 才给我把那个广告牌挂上去 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听着桑鱼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的数落 面对他腾腾的火焰 每个部门经理的回复 显然都是底气不足 最后就剩下后勤步 桑鱼望着正对面 一直挂着一抹讥讽笑意的鱼家 突然平静下来 鱼经理 请你不要再上班时间 去一些和工作无关的地方 有时间抽空去商场里转转 角落里那些工具 该提醒下面人放好的就放好 别让消费者进了我们商场 感觉像是到了旧货市场 鱼家的脸色很难看 邪逆着眼盯着桑鱼 除了跟随父亲多年的两位老总 也是桑市的股东 所有人该批的全批完了 桑鱼突然觉得筋疲力尽 沉默了约两分钟才又开口 三条腿的蛤蟆男长 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 现在是金融危机 敬业上岗的人很多 就你们今天给我的回复而言 让我很失望 我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废话一堆的过程 面对工作 没有任何借口可言 记住 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必须接受它的全部 接受它给你的压力和痛苦 而不是仅仅只享受 它给你带来的利益和快乐 如果今天谁觉得我话说重了 不想干了 那就直接向人事部经理 递辞成 我提前批准 会议室里 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听得见 桑鱼环视了一周 最后说 OK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下周会议 请你们做好准备 他踩着高跟鞋 就走出了会议室 会议上 对赵卓群下达的 经济处罚通知 没多久 赵卓群便找上了桑鱼 把总经办弄得鸡飞狗跳 赵卓群口口声声说 要不是赵卓群为了他 根本就不会死 说他这个丫头不知好歹 这样对他这个舅舅 这种时候 应该是齐力对外 而不是这样对他这个 忠心为桑氏的亲舅舅 自接手了桑氏之后 桑鱼就不断地 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而今天算是全部爆发了 一点面子也不给赵卓群 直接将他轰出了办公室 并让人士下份通知 让他停职查看 整个下午 桑鱼就是在怒火冲天中度过的 眼前财务交过来的报表 那庞大的应收账款数目 加上黄亭那边 不知商量得怎么样了 他现在不仅头痛得厉害 就连胃也隐隐作痛 甚至还有点想吐 那盆小小的仙人掌 突然跳入他的眼帘 他伸手抓了过来 孤独的坚强 他是孤独 孤独到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有谁能够了解他心里的苦闷 他宁可不要丧事 也不愿母亲为了替他保住丧事 而走上那条绝路 闭上眼睛 他倚在椅背上 倚手背蒙着眼睛 他多么希望 他睁开眼来 这一切全是一场梦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睁开眼 他看到屏幕上的留言 是家里的电话 那里还能给他打电话的 就剩下吴叔和吴妈了 按下接听键 却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 姐姐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吴妈上了好多好吃的 竟然是他那个弟弟桑伯文 无论有多忙 每周周四 他都会回天恒山中别墅 因为爸妈出车祸的那天 就是周四 所以每周四 他会回别墅陪他们 今天也不例外 讽刺的是 那个害死他父母的女人 和他的儿子 却名正言顺地 站着那个属于他的家不走 让吴妈接电话 对着电话 丧鱼冷冷地说道 不一会儿就听到吴妈的声音 他说 我今晚不回去吃饭了 有很多事要忙 你们自己吃吧 辛苦了 哦 好的 要不要我让老吴 给你送饭菜去 吴妈有些心疼丧鱼 她总是没日没夜地忙 丧鱼刚回国那阵 吴妈去那小屋打扫卫生 总是看到吃了一半的方便面 有一次 还看厨房里存了一箱的方便面 因为多年之前 桑鱼从未叫她烧过一次饭 她以为 桑鱼都是自己烧饭的 知道了以后 除了周四 每天烧好了饭菜 她才会离开 桑鱼说 不用了 我在公司员工餐厅用餐就好了 好 那小姐 你注意身体 别加班太晚 也别熬夜啊 嗯 她正要挂电话 手机那头 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是桑伯文 姐姐 那你下周四 一定要回来啊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再说吧 桑鱼直接挂了手机 对于小三的儿子 她没什么话好讲 看了看时间 她继续买手在一堆文件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想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播讲 雅瑜 清风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尽在喜马拉雅 感谢您的收听 没什么事 再来说 我先想进来 我们去听众朋友 那边 让我来听众朋友